内科交通的问题 柯文哲这个信口开额的部分 我真的很想要好好的在脸书上骂他一下 柯文哲从他一上任到现在 已经八年的时间了 结果他针对内科交通的问题 他只开过两次会议 在104年12月31号开过一次 105年的9月开过一次 从此以后就没有再开过任何会了 那请问一下你有关心过内科吗 你从头到没有关心过内科 你现在还在骂所有的候选人 那更离谱的黄珊珊 他是内谷的议员 他当了副市长 他一定了解内科的问题 而且内科也是他大力去促成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生计园区 一个产业链的区域 他也知道人口密集度非常高 那黄珊珊居然在内科的交通的问题 他从来没有开过任何一次会 来去讨论或者去要求市政府 在内科的部分要赶快积极做处理 所以他摆烂了八年 摆烂了八年现在又来骂陈时中说 他信口开河怎么样 那事实上他们也提不出任何方案 现在目前台北市政府有的两个方案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一个就是港前路跨河大桥 所以松山机场因为限高 跨河大桥没办法跨 所以不可能吧 他说不可能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现在图上 这个手上拿这个图 民权东路 我们直接民权都上来 是不是上民权大桥 民权大桥现在因为它结构的性能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就做结构补墙再做处理 趁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从 这个河堤的旁边 旁边是基隆河 从旁边基隆河堤的地方 我们拉一条引道过来 一个闸道过来 接到民权大桥 从民权大桥下来的时候 会有一个问题还要克服 那个问题就是因为下来以后 所谓的港前路跟这个 那个梯顶路这个地方 就会塞在里面 因为那个地方其实很多车流 那很多车流是要上18标出去的 所以18标这个地方就必须要透过高工局 将18标的部分道路再稍微拓旷一点点 那拓旷一点 工程拓旷多一条道路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就会疏解 所以这整个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其实是有解方 是有解的 但是解的问题是 第一个他们为什么黄山要去讲松山机场 他是讲那个最不可能的问题 但是他是一个政治议题 所以他现在还是在操弄政治 所以根本不可能去所谓的限高的问题 去做处理 其实最快解决方式去跟高工局沟通 那柯文哲其实长期就是拒绝跟中央沟通 所以他根本没有去跟高工局谈论过这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那一刻的问题到现在 已经历经了八年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那他其实他提到了 像黄山提到了马维拉的事情 确实在的 当时马英九在规划那一刻之后 确实是没有把交通问题处理好 但是你已经担任了八年了 你不能是完全是两手一摊 就说没救了 然后就不作为了 所以我还是要这边呼吁 如果我在这边讲内科没救的人 我呼吁内湖南港所有的民众 应该要起立 要全体一起来抵制这样子的一个候选人 因为他从头到尾 他就没有有心要帮你们 那我们为什么要投给他呢 所以我还是奉劝我们内湖跟南港的民众 我们要支持真的有办法解决内科问题的人 其实在现代的选举里面 我想每一位候选人都一样 在座也有 现在冠亭正在参选 酥塌已经要选人 任俊也参选过 就选举一定要做包装 对不对 就公关包装 这个无可厚非 可是任俊我请教你 这严若芳好细心 若芳好细心 好坏 他把不可以说美女坏 他把2014年 连胜文参选的几张照片 跟今年讲完在参选的几张照片 相似度87% 所以任俊 这是同一家公安公司包的case吗 他好赚 我套一句食神所说的话 桥段就是 炒菜不就是这样吗 你选我我选你 他也用国产 不过是对手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同党同志又是对手 所以同党同志就没有抄袭的问题 这叫沿用 我这边讲 其实老师讲 为什么每次到选举的时候 大家都会用这个所谓收割 或者抄袭这种事情来讲 因为很简单 如果你以前固定都有在做 人家不会说你抄 人家不会说你收割 就你如果常常都去关心 或什么的 在做谁有割过 你割过稻子 我承认 我承认 对对对 还有割过 舒嬅应该没有 还连当兵都去 我只有割过凤梨 因为陆战队的时候 爱民助割 我当兵的时候 每年到那个稻子 一期二期收成的时候 我都要去割稻子 对啊 对所以我就讲 就是说如果你长期都有在做 其实老实讲 大家不会觉得说 你做这个动作很突兀 可是你有时候 就是只做一次性的时候 然后还要被发成新闻 不小心被拍到什么野生谁谁谁 那就很怪嘛 所以我觉得选民在这件事情上面 老实讲 不会只检视 这个蒋万安 大家都检视嘛 那现在就是说 你做这些事情 到底你真的想要达到的 这个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老实讲 这个会被讨论 可是 只是我真的觉得 言诺方真的很细心 居然有办法把 这种拿来比对起来 看起来还蛮像的 你看 哥道子 哥道子 这个 连胜文是打篮球 是是 这个应该是踢足球 应该是踢足球 搭捷运 搭捷运 那我真的必须讲 其实对很多一般的民众来讲 这叫做日常生活 至少 就是捷运 哥道子在台北市不敢讲 但是搭捷运在台北市 叫日常生活 对 打球 有很多运动 其实很正常 所以这个比口袋捡到200块 还厉害了 你知道 就是要特别把它做成新闻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你看我来体验 一般民众的生活 老实讲 用这种话 大家听得就悲哀 你知道 因为那是我的日常 没想到到你那边 变成体验 我补充一下 国民党就要做这种文宣 各位还记得那时候 马英九要靠什么 long stay 所以民进党那时候 long stay都是假 或是说连胜文 要去做一日的什么老板 有没有 去那个夜市 推那个猪肝汤的车 对 卖猪肝汤 那我觉得像这些事情 对许多的中间选民 或者基层民众来讲 给多此一举 什么意思呢 就像刚才任运说的 这是我日常的 日常生活的习惯 踢踢足球 这很正常 那有什么好难 大做文章的 你说割道这个 我是一直来不及找 昨天我会看到 侯友也割道 真的 侯友也割道 不知道为什么国民党 所有人在这个时候选举 都一定要割道 因为他们喜欢割道尾 好 可能要割道尾 另外一个事 我觉得为什么有反效果 我是学生讲 踢球 打篮球 我们每天都来做的事情 好像在他们眼中 变成好特别 这是权贵的心态吗 或是很多台北市民 每天都搭捷运 搭捷运作为上下班的 交通运输工具 再简单也不过了 所以这个人的案子是什么 平常这些人一定不搭捷运 都坐黑头车 平常这些人应该很少做运动 或他们做运动 是高档打壁球 或是打那种VIP制的 或是从他割道的状况 我就知道他们不太会割道 还有割道不流汗的 你真正要示范的是真的弯腰 而且不是 宇潮你讲到这个 我就讲到 讲完有一张照片割道 就线上年轻的朋友 可能没有割过道 真正的农民在割道的时候 假设这个是镰刀 割道一定用镰刀 他会弯腰 因为稻子长的 他会弯腰这样子割 那天你讲完是什么割道 蹲马步 你这样是能割多久 你告诉我 有人蹲马步在割道的吗 也演像一点吧 所以我的结论很简单 是说平常活在天龙国 都是贵公子 都是正二代 富二代 在选举的时候 为了基于赎罪 或是拉近跟选民之间的距离 所以赶紧装模作用 跟大家讲 我的生活跟大家都一样